动作电影的精彩来自于主角的精彩表现 主角是正义英雄的化身 而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面角色去衬托 成龙 红金宝 李连杰 真子丹 各个都是功夫好手 能和他们对戏的也都是一个比一个能打 下面就来看看 这些影视作品中最能打的反派角色 第十名 梁小龙 你是否听说过火云鞋神的威名 曾出现在由周星驰拍摄的功夫中 而徒手接子弹的他 正是由梁小龙来试验的 不要看他好像是走搞笑无打路线 其实战能力也是非常深厚 15岁时 梁小龙就学习北派腿法 为学空手道 拜空手道黑带山口门下 他共参加三次全港搏击比赛 获两次冠军和一次亚军的好成绩 传闻提到他曾在九龙某大厦中 一十多名手持力气的打手PK 最后都能获胜 可见他的功夫绝不是划拳绣腿 第九 走招龙 五岁时 走招龙就开始学习武术 十二岁便作为替身进入电影圈 在红金宝的发掘下 渐渐出现在电影里 扮演众多景点反派的他 在与主角的打戏方面 总能给观众一种旗鼓相当的快感 走招龙在跆拳道及跆拳上 有着深厚的练习经历 加上之后学习的电影拍摄时 必须的格斗技巧 让他的打戏又过瘾又好看 无论是中南海保镖中李连杰的死对头 还是导火线中真子丹的对立面 都为我们带来不少 带入感一流的打戏片段 作为很能打的反派专业户 走招龙成了与李连杰堆打的不二人选 在看这些武打场面时 不禁让我们为主角的战斗力 狠狠捏一把汗 生怕会打不过走招龙 在出演《黑客帝国》后 他的职业生涯发生较大转折 加上长相加成 原起反派来毁然天成 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坏人 凶狠残忍的验身 加上一身好拳法 就给人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 走招龙直言 真子丹的银行存款比我多 所以我和他打起来 会倍加勇敢 这就是广角的不怕穿鞋的 我可以轻松击败真子丹 第七 钱小豪 钱小豪自幼跟随 大圣批挂门的显灵沃师傅 习武学权 1977年年仅14岁的钱小豪 就获得第一届功夫擂台比赛同台奖 最后被电影公司选中 参与少世武术演员训练班 并在之后进入张家班 成为张车的第五代关门弟子 先后出演邵氏和贾合电影公司 超过90部影片 其中就数五大动作片最深入人心 在这些影片中 钱小豪虽不是第一主角 但戏份都非常之重 不论文戏武戏 钱小豪的魅力都无人能敌 缩造过不少深入人心的角色 比较经典的旧事 讲师先生中九叔的徒弟秋生 还有太极张三峰中的超级反派董天堡 这个坏的有理有据的角色 在魅力气势上更是超过主角李连杰 依据我命由我不由天 瞬间气场全开霸气十足 钱小豪作为武行出身 腿功相当厉害 提起人来文准很 几乎不需要时间反应 可见其实战能力之高 第六 卢慧光 卢慧光曾是一位泰拳冠军 实诚香港泰拳之父苏世龙 曾连续七年 夺得香港泰拳比赛的总冠军 成为拳坛的风云人物 被称为李小龙之后的香港第一腿 除了泰拳 卢慧光还自小苦练泰拳道 一度达到了黑带八段的水平 作为成龙的保镖和成家般的骨干成员 参演了不少成龙的电影 拍打戏时 卢慧光力道强硬 很容易在拍摄中伤到人 曾经在不需要特效道具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个踢断大数的高难度镜头 这让很多演员既佩服又害怕 通过成龙的最拳尔 这个功夫极高的反派寄精四作 景点一字满让他一句成名 动作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兼具力量和观赏性 达到动作片历史上 一个难以愉悦的高峰 第五迪威 1953年出生的迪威 在香港电影圈出道较早 经常与成龙李连杰演对大戏 初中时开始练习空手道 还赢得无数次比赛名次 他的实战能力非常强 参加三届美国西岸格斗大赛 并轻松夺得全场总冠军 出了一身超强拳法 还很擅长刀术、剑术和棍术 可称得上全能了 曾经在台湾入伍 获得陆军上尉军衔 擅长于跆拳道的他 还是是台湾海陆两军的空手道 跆拳道和国书总交投 1975年和邵氏电影签约 后加入红金堡的洪家班 为袁华、红金堡、林郑英等人 做特技演员、武达演员 迪威在A计划中 扮演海盗头目罗三炮 以一人之力对战 顶封时期的红金堡、成龙和原彪 把三个师兄弟打得狼狈不堪 这在香港动作电影里 撑得上前五股人后五来者 事实上底位的武术功底 还没有在电影中充分展现出来 实在可惜 第四 陈惠明 因为家庭原因 陈惠明从小就开始学武 先后学过谭家三战拳和西洋拳击 由于神手不凡成为一名警察 还曾代表香港地区参加拳赛 并取得最终冠军 这一身好拳法 得以让他与李小龙齐名 江湖上素来就流传着 拳有陈惠明推有李小龙的说法 1983年在参加世界精英搏击大赛 仅用45秒就击败日记拳手森齐豪 进入电影圈后 陈惠明最初多饰演反面人物 如跳灰中的职业杀手等 他特别擅长扮演黑道人物 在无数香港黑帮题材电影 均有出现 他丰富的人生经历 远比电影还要精彩 走过漫漫人生路 最终仍能全身而退 这秘诀就是武力和智慧缺一不可 第三 比尼尤奎德兹 如果你看过快餐车或肥龙梦将 一定对这位 来自美国的演员有着深刻的印象 他就是外号为喷气机的 比尼尤奎德兹 作为WKA初代世界中量级王者 在从事职业自由搏击期间 他拿下了63圣灵副的华丽战技 这其中还有57次KO对手 出身于格斗世家的他 在与众多格斗界传奇人物 真刀真枪的磨练中 尤奎德兹的格斗技艺日益精湛 最擅长的招式是转身腾空后踹 在肥龙猛将中 他仅用这一招 就击混了元彪 并将红金宝等十几个人 一起提翻在地 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他曾与成龙在快餐车中 为大家带来一场拳拳到肉 呼呼生风的精彩打斗 尸头甚至压过了 作为主角的成龙 这场引人入胜的场面 还被黑带杂志评为 历史上最精彩的影视剧 打斗场面第二名 仅次于李小龙和恰克诺里斯 在猛龙过江中的打斗表演 假如在现实中 成龙和比尼来一次交谅的话 完全没有擂台战机的成龙 估计撑不到一个回合 第二周比利 周比利是香港电影圈中 公认真实格斗实力最强的演员 11岁左右就开始学习空手道 1985年夺得世界轻中量级 自由搏击冠军 他曾在擂台大圣伊朗拳王 在45岁时还KO了泰国拳王 生涯战绩为51场43胜八幅 其中有31场KO对手 且从未被对手KO过 因此在拳台他被称为老虎 自1985年进入演艺圈 参演过肥龙梦将 东方秃鹰鼠胆龙威等 塑造了一众令人生畏的角色 周比利的长相看上去就很凶恶 他的打法也是硬朗干脆 虽不华丽却极富力量感 周比利最出名的打斗 就是在警武英雄里 与李连杰的那场最终对决 被誉为全篇最好看的打戏 他将杀人机器般的癫狂无情 预决是杀气释放殆尽 只要站在哪里 就叫人不寒而立心生畏惧 在拍摄期间 周比利害怕自己用力过猛 会伤到李连杰 所以经常因为收礼 导致自己受伤 第一麦克泰森 麦克泰森是世界上 最好的重量级拳击手之一 这个肌肉健瘦的光头大汉 出拳力量惊人 速度极快 在其全胜时期 以重拳雄狠著称 19岁的他就已成名 成为WBC WBA和IBF 三大世界拳击组织公认的 世界重量级冠军拳王 职业生涯58场50胜 其中44次直接KO对手 在赛场上一度被视为 最具威胁性的拳击手 据说一拳能打出800公斤的力量 在《叶问3》中麦克泰森 饰演了一名美国黑拳市场的老板 和甄子丹饰演的叶问 又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交锋对决 在导演开拍时 泰森架拳颠着步子 迎向甄子丹时 真正的体现出专业二字 虽然历经众多风雨坎坷 早已误视人非 但他蓄力后给人的感觉 还是能体会到当初的荣光 武打动作电影带来不少能打的反派 除了以上继位 还有泰拳托尼甲 空中三连踢的李强拳 你认为谁才是最能打的终极BOSS 你认为谁才是最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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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